第五点呢 就是华为呢 就是说是这个新闻呢 就是华为现在要推出5G的手机 华为推出5G手机 大家可能说可能吗 因为美国老美不卖给他 5G的晶片 华为原来是世界第二 差点要变成世界第一 但是呢由于美国先不卖给他手机 他现在大概排名呢 跌到这个第九名第十名左右 那么他就是这个 但是他现在透过新电视 深圳的一家新创业者彭心为 他取得一些代工的设备 美国也在看 他说未来他可以用支援5G的晶片 他不是5G的 但他有些设备可以支援5G的晶片 那么这个 那他自己呢 反正就国外弄到一些二手设备 所以这个各位你看到这一点没有 就是你要封杀是没有办法完全封杀的 所以美国这个礼拜又出了这些新的 这些规定出来 这个事实上是真的是匪夷所思 那任正非已经讲了 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那荣耀呢 现在他的华为的这个纸牌 变成大陆的这个第一 那华为是中国的骄傲 他打造了一个生态系 鸿蒙生态系 我觉得这些呢 基本上都都是直地有生 就是说美国你要华为死 中国绝对不可以让你死 让华为死